所以到這裡 這一段 就是佛陀告訴我們 他所說的教法 跟過去到現在的祝佛 所說的教法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已經究竟人滿 所以我們只要依教奉行 就可以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大家不必要遺憾 沒有什麼遺憾 他老人家沒有 已經沒有教我們的東西了 對他老人家的離開 我們不必要有遺憾 這是這一段的重點 那這一段後面還有一段 我把它合併到下一節 我們等一下再談好不好 那所以這個有關於佛陀所說的教 教義都已經究竟圓滿了 只要我們能夠依教奉行 所以佛的教法就是我們的一子處 師父的教法就是我們的一子處 我們還要到哪裡去找龜依呢 這依教奉行嘛 我們怎麼會是孤兒呢 對不對 而且我們現在福報這麼好 根本就是影音重現 是不是這樣子 那沒有什麼完全沒什麼兩樣 你說還是不一樣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通常現場你們也不會問問題啊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嘛 所以佛的教法就是我們的一子處 只要依教奉行 即是時時見佛 佛還在世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吧 大家聽過吧 這個 嗯 虛普體遵則的故事 啊 這個 嗯 嗯 蓮花色比丘尼 佛陀到33天 去為 為 去為她 的母親說法 然後當回到人間的時候 大家去迎接佛 佛傳上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嘛 蓮花色比丘尼就是 因為她是比丘尼排 大家排在後面啦 她就把自己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什麼 第四邊 換個模樣 然後就喔喔喔 排到前面去 第一個迎接佛 結果她就很高興說喔喔喔 終於第一個見到佛 不過說不是你 不是我 那是誰 原來根本連出來都沒有出來的 虛普體遵則 她就想說 喔 那要見佛 要迎接佛 那怎樣叫做見佛呢 不是見佛的色身啊 應該是見佛的法身啊 所以她在那裡觀 啊 觀 緣起 信空 所以佛陀就說 最早見到我 見到我的是 虛普體尊者 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 如果只要依教奉行 即是怎樣 實實見佛 所以要不要因為佛陀入面這件事情 感到怎樣 傷心難過 遺憾不捨呢 應該很明白了吧 遺憾不捨 世尊就這樣安慰我們 再來 信解圓滿 這個是第二十段的經文 好 那就還包括剛剛一百三十九頁的那個經文 那個後半段那個經文 就是都談四弟的問題 儒等若與苦等四弟 有所宜者可及問之 無得懷疑不求絕也 世尊在講到這裡 就是告訴我們他講的教法 都已經講的究竟圓滿了 接著說告訴我們他的教法的總綱領 其實就是四聖地 苦及滅到 這是四聖地嗎 好 那所以說什麼是 在一百四十三頁 課本一百四十三頁的第二行 師父有解釋四弟 四弟就是苦及滅到 苦是世間法的國 生老病死等種種的苦 就是世間的 的果報 苦果 然後極是世間法的因 凡事造作世間種種的惡不善業 都是苦的因 滅呢 是初世間法的國 生文原訣乃至佛 都是解脫之國 好 道呢 是初世間法的因 修戒定慧八正道等初世間的善業 而且就是解脫的因 這個四聖地啊 有兩重因果 苦地跟極地說的是世間的因果 滅地跟道地說的是什麼 初世間的因果 這是很重要的兩重因果 這個是整個世尊說法 整個佛仇的教法的總綱 可以用苦及滅到來歸納他 所以針對這個四聖地 世尊就問他 你們大家對於這個四聖地 還有沒有疑問的 如果有的話 趕快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來問喔 不要對四聖地有懷疑而不問 因為這個四聖地 剛剛已經講了他是佛陀 一生教法的總綱領 佛陀成佛以後最初說法 杜古比丘就是講什麼 四弟法 他現在最後要入面前 最後要再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四弟法 所以這是側死側終啊 萬側死終 四十五年來講的都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說四聖地是總綱領啊 從開始說法到最後再講的就是四弟法 二十八六樓陀觀察眾心而伯佛言 世尊月可令熱日可令能 佛說四弟不可令義 就是要講佛陀的四弟 是真實不變的道理 這種真實不變性到什麼程度呢 到即便是月亮 月亮是代表什麼 冷嘛 晚上嘛 對不對 即便是月亮可以讓他變成發熱的星球 那太陽可以讓他整個冷卻下來 大家想這是多大的神力才能做到 對不對 這麼多大的神力才可以讓月亮變熱 讓太陽冷卻 那即便有這樣的神力 都沒有辦法改變 佛所說的四弟的真實性 是這樣的意思 那再進一步說 佛所說的 就分開說了 所謂的四弟就是佛所說的苦弟 真實是苦 不可令樂 佛說人生是苦 那是真相 不可能是不苦的 那至於到底為什麼講人生是苦 如果你現在有懷疑的話 請聽學佛母講 對不對 裡面有講嘛 不能再繼續解釋這個內容了 然後 極真實 真是陰 更五一陰 所謂的極就是分析 所以苦的陰 對不對 然後佛陀為我們所分析 說明的這個人生之所以會苦的這個陰 是真實的陰 我們的麻煩在於 有時候結果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找的陰卻找錯了 也就是我們生病了 但是去找醫生 結果醫生給我們看病辯證的時候 弄錯方向了 會不會有沒有發生這種事 那種誤診 對不對 那就問題就大了 這個病就絕對醫不好